今天我要挑战一下用官方送的武器箱打企图 就是这个每周任务的武器箱 打开之后会有把武器 不管是什么都得用它来玩 来吧 漂亮 用气的话还行 我就怕吹一把单发军什么的 这把枪我依旧能乱杀 而且我握把带榴弹枪 那近战也不太怕的 这局甚至他们一枪都碰不到我 你们信吗 人机打的不算 武器亮好吧 开局这个店 咱们必须要先刷个boss 这个boss我觉得条东西是最少的 而且每次都是喷子之类的东西 但是呢 也把它刷下来吧 并将这局带到很多的子弹 对视频 掉了一把精致的喷嘴 可是没有子弹有什么用呢 先带着吧 走 咱们去辐射区八家支付 合到有人 前面有枪声 这时候我刚跑的大门 就看到前面的人也跑了过来 那真是对不起啦 你就是我的踢款机 直接秒杀 感觉这伤害还可以啊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低 走走看看它有没有掉武器 掉武器的话 这局就真的起飞了 爆红了爆红了 在这个外面爆红的盒子 一般都是掉装备 不会是编排物 哇 小兄弟们 六级投了个独眼狼MG3 嘿嘿 真能起飞的 有了G3战斗力瞬间飙升 对面还有枪声 我躲在这里夹子弹 它正好跑过来 那怎么好意思呢 一个小丝烫 东西还掉了一大堆 回到了呀 冲雅 浮射去我来了 目前来说 还没有人打中我一枪 但我已经不是我了 我的装备已经更新 进来之后 发现大舱全部被开 这时候我不管阳台有没有人 我都会丢一颗火 结果好巧不巧 真的有人 而且它好像被狗子打掉了鞋 唯一颗火就把它烧死了 它没有掉东西 但是它包里有很多的变卖物 大舱估计就是这小子开的 小舱应该也没什么东西了 咱们去boss点 来到boss点后非常的安静 但是空气中仿佛泥漫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所以我选择在这里听一下 果然没一会儿 一个脚步伤就出现了 注意我这颗雷非常的精髓 它正好跑到那个位置 正好接住我的手里 这可惜我丢的晚了一点 再快0.5秒的话它又死了 但是它也已经大残 直接抓它就完事了 不要过来 烽火也没用 烽火也要硬堂着上 笑死我了 它一颗火把自己给烧死了 它还是一枪没打中 我只是我主动踩上了火 刚刚我看到了 它是一个三级头 结果当我打开背包的时候 直接惊搭了 它竟然有两件6G甲 还有一把精致没控 Oh my god 这样我又GK不要了呀 看G100现在已经是顶级装备 又来人了又来人了 一个小小的兔子仔 不管它把梦子给刷了 Boss掉了一架黑卡也不错吧 我正好这局没有黑卡 就在这石头顶上来了一个人 头顶这个人应该也知道我的存在 突然一个SKS出手 把他给下了下来 下来之后就该我登场啦 他跑出去了就去追 另外打他那个SKS好像也过来了 偶红 偷袭 你还放进来 没想到这里面也有人吧 另一个是6套 不能放他走 我听到他躲在哪里 这颗火必须伤了他 哈哈我就知道 追追追 这里不知道躲在哪里 我先派前面围墙 然后再拍桥后面 最后他动了一下 就在这个围墙外面 那里没了呀 以后雷直接带走 哎呀 三板没扣两把改进的 而且三块辐射板 大哥 你是来计货的吗 哈哈 再去把黑门开了就撤退 一把UG装端了呀 而且最关键的是 黑门还出了两块金砖 哇 无敌了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